高潮不睡紧 戏剧永远在 大家好 我是范巴斯腾 欢迎来到范巴斯腾说题 我们这场讲一下 欧洲五大联赛 本周末的又有多战 这么多战 我主要想挑三战奖 一个就是巴黎 0比2不敌李昂 一个是曼联0比2输给宁帕斯尔 一个是AC米兰4比0 大胜纳布勒斯 那么巴黎 从李昂这一战 这是一个法甲强对写的教育 但是巴黎在积分榜上领先比较多 这一战巴黎的这个352阵型 排的囤积中场的兵力不少 但是你看看这都一些什么人 全队仅有求神梅西 一个人发挥的比较好 再加上对手的门将 甚至姆巴佩都是梦游 你再看中场排这一套号的 后防线上 这个笔下部也必须得上 门将 多纳鲁玛 也不可能照顾你这么多 防守和进攻都不行的人 维地尼亚 桑切斯这两个人坐镇中场 那你算还能有啥好球踢 可以看到国内外的这些媒体 对这个巴黎的球员的拼分 只有球神梅西 相当不错 全队最高的8.1分 尽力了 把他顶到 前锋先生跟姆巴佩 他还得回撤拿球 你那个中场 攻不向攻 守不向守 对手抓住两次机会 直接就把你赢了 那么 再看一下曼联对你卡斯尔 曼联这一战输球是不应当的 因为你们俩争名次的 赢了曼联 稳居第三 输了就得滑落到第四 当然了你输球了 有人说这个曼联战术上 有什么问题 我说下判时顶不住了 但是曼联现在 他的这个 虽然说积分被 女卡斯尔反超 但是也照 热刺少踢一战的情况下 还领先了一分 就是前四 对曼联来讲的 只要不犯 低级的披露 还是可以提名联的欧冠 再一个就是 AC米兰 这个米兰 四比零大胜纳布勒斯 这个是有些没有想到 当然了 他们两个 同样是 欧冠四分之一决战的 交锋对手 那么纳布勒斯 一甲冠军已经拿到了 这一战 有一些主力球员是没有上 而且 绝对没有百分之百用权力 所以说米兰 四比零大胜纳布勒斯这一战呢 绝不是两个队 真正实力的体现 当然了 米兰和纳布勒斯的欧冠 有一边倒的看好纳布勒斯 我是不同意的 谁告诉你 AC米兰没有机会 作为欧冠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之一 黄家马德里 AC米兰 爱人木尼黑 这个利物浦和阿甲克斯 这五个队是 欧冠历史上最好的球队 所以说 通过这一战的 一甲 米兰的胜利 咱不要管 是不是纳布勒斯真正的实力 也不要管一些别的事 证明米兰可以踢 纳布勒斯 有这一点就够了 那么这 现在来讲 米兰也是这个 这个 稳居一甲的前四名 虽然说后边几轮 不能有闪失 但是 TO冠 就连续第三年 TO冠的概率 是很大的 一甲冠军给纳布勒斯 这没有办法 但是 我们清楚 阿比罗球迷他盯着 谁提啊 就盯着巴黎 盯着曼联 梅西所在的巴黎 我认为巴黎输球了 你看基本马上领先多少 不还是稳居第一吗 人家法甲 再次冠军基本上保证了 而且也能踢欧冠 明年 求生米西 无论是续约巴黎 还是 这个 回巴萨 还是到英超 人家照样是 踢欧冠 照样是想 争欧冠冠军 包括 曼联 人家现在这积分榜 也绝对支持 人家明年踢过 那说到AC米兰 这个事 一甲情节 我就没有必要跟你 这些阿伟罗球迷说了 你们也不懂 你们一共没看过几年球 世界围就看过几年一季 跟你们说有啥用 所以说你们 说巴黎怎么样 说曼联怎么样 等等等等 人家挺好 你还是关注一下 你那个偶像 全欧洲没人要 你在杀超 在杀墨体球 能不能争个亚冠名额 再来碰瓷吧 好不好 你们档次太低了 好了 我们今天讲到这 我们先再见